好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欢迎大家 我们再次来到 欧洲太极文化传播中心的线上平台 又到了我们这个孙老师 给我们连讲两讲的这个 这次节目的时间了 今天呢 我们前面一个小时 是太极拳的课程 后面呢 由孙老师来给我们讲 这个心情 这个孙老师呢 那一家的工夫呢 得这个王福王老师 然后张子晨张老师 白人勇白老师 还有魏德青 魏老师 几位师父的这种真传 他是这个派极的大家 吴图男 李子明 石明和王培生 朱老的这个再传弟子 国家的工夫呢 得这个施畅怀 视觉醒之传 团 谭虚和虚云 两位长老的法脉 谭虚老和虚云老 是我们民国时期 乃至于再往前朝 从清朝啊 这个一直到民国 到建国啊 这个很长时期的这个 大 我们这个大家都非常的了解 孙老师呢 首唱实践国学啊 这个一唱 这欲成国学 必先实修 然后践行 若学无实修 则根本制不可得 体无践行 则所得制 不能深 所以孙老师呢 无论是在这个 理论上 还是在实践上 都有着非常精深的修行 和独到的见解 好 我们今天呢 太极拳的课程呢 前面已经讲了这个 吴基庄 还有就是说 似正似语 那今天呢 我们这一课 来讲一些个 实际的这个推手的用法 以及太极拳从文化层次上 和这个孙子兵法之间的 这种关联性 好 下面我们有请孙老师 给我们做今天的课程讲解 大家欢迎 好 主持人好 各位老师好 欧洲太极文化中心平台上的 各位同学们 同人们 大家好 很高兴啊 咱们又能 在这个 线上 和大家呢 来共同的 学习 我们传统文化的 精髓 太极拳 太极拳 是公认的 最能代表 中国文化的 一种运动 它里面包含着 极大的 文化内涵 所以呢 太极拳 它本身 是一种运动 而是一样 什么样的运动呢 它的特色 就在于 它是按照 中国传统文化 根源 指导下的运动 而这个根源 就是我们 所谓的 大道 也可以 理解成 本源的 心体 在这个 无极 大道 或者 本源 心体的 指导下 进行的运动 包括 手之 武之 足之 导之 一举一动 都是 太极拳 不仅仅 是太极拳 那些 基本的 我们常见的套路 当然 那是重要的代表 那是太极拳 的一部分 但是太极拳 拨大精神 它包含的内容 是相当的丰富 我们 在这个平台上 应于主席 这个 的邀请啊 把南派太极宫的 基本的要素 通过大概 两年多的时间 给大家呢 进行了一个介绍 从 站桩 在 静的状态当中 去反省 去观察 去发现自己的 本来 具足的 那一份能力 也就是 不向外求 而向自信中 寻找太极的真谛 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打拳 运进 动起来 在动的状态当中 我们把 太极的状态 能够展现给大家 也就是 在动中 还能保持 这个如如不动的 太极状态 这也就是 食药里面 所谓的 动中 求求 也是我们 老先生们 讲的 无意丝毫之妄动 全都是 自信实 可以说 这是一种进步 因为 因为 镜中啊 这个东西 好找 没有干扰啊 可是到 动中呢 就难了 时时刻刻 在变化 基本情况 跟站在那 不是一回事 而在这个状态当中 我们能够 时刻 保持 这个功夫 基本上就叫 上升了 当然这是属于 自娱自乐呀 叫自知之明 我们自己知道 那我们这 怎么 抬的手 怎么 抬的脚 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什么 很重要啊 不是我们 平时习惯上的 用将劲 或者用我们 所谓的 肌肉的力量 那个不用 练弄 那个生下来 就会 叫生而 之之 我们是什么 反其道 而行之 所谓 逆 则先 顺 则反 反其道 叫反后天 而入于先天 所以在洞中 能保持 这样一个 无击状态 非常 那么我们 怎么 不动 又动的 实际上 简单的话 就是在 不动的状态下 保持这个动 或者在 动的过程当中 不丢这个劲 能到这一步 不容易了 这个时候 我们对 中庸啊 大学啊 儒家的经典 乃至道家的 很多经典 你就会发现 有着非常 气心的理解 因为你的 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在这个 无极状态当中 的运动 实际上 就是大学 这样的 爱大学 讲的 所谓的 制止而会有定 定而会能爱 而会能律 律而会能得 等等 都是什么呢 在太极的运动 当中 我们可以把它 表达出来 乃至到体正 出来 这就是 我们的子修 那进入下一步了 修了半天 干什么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 很多精力 尤其中国古人 修了十年 二十年 我们修他的目的 干什么 当不得吃 当不得喝 等到我们把这个 着力全化尽的时候 连满里都使不上了 想种地都使不上劲 脚点往上 飘 所以说 那我们学他干嘛 有什么意义 这个时候 他就要出来 解决实际的问题 那这问题从哪来的呢 这个社会的本源 其实就是人 社会的基本构成 就是人 所有的问题 其实都是别人造成 或者叫什么 有人的地方 就有江湖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开始进行退守 推手的目的 就是找一个人 来模拟 矛盾的产生 对我的中的状态 进行一种破坏 这个时候来考验我们 能否在别人的破坏的前提下 依旧能保持这个中正安舒的状态 并且应用无极而太极 太极而无极的这个转换 来对敌人进行什么呢 借力打力四两不千斤的 以小博大的妙用 实际上我们进行推手啊 那就是这个目的啊 养成我们处理问题 最经济的手段 什么呢 以最小的代价 获得最大的收益 所以 我们通过推手 不断的模拟 别人从各个方面 不同力道 不同速度 不同打击力度 不同打击方式 不同打击部位 这种 矛盾 我们来进行 综合之道 把对方的力量 化解掉 并且借用对方的东西 还给对方 而我自己毫不受力 毫不动心 这是太极的根本 就像一面镜子一样 别人笑着来 回去的就是笑着的紧儿 别人 哭着来 回去就是哭着的紧儿 别人自压咧嘴来 回去的就是自压咧嘴的紧儿 我心中 无一尘一项 完全是 应 对方来 赶之机 所以 我们推手的时候 有个叫 胃劲 为什么 胃劲 它就模拟 各种打法 一个是 故意做错 那如果人家也 我们所谓的大圆镜置里面 也看在这个 大镜子里头 是吧 无极的状态当中 那怎么办 那大家只能互相揉着玩 那谁拿谁也没办法 这时候谁出尖 谁出去 所以那就是 比推手要高一些 我们要摸手 大家互相摸着玩 而推手实际上 就大家说好 你犯一次错 你问一次 我答一次 犯错就相当于问 我这么问你 你怎么答 答对了 OK 然后呢 我再问一次 你再答 这推手来回往复 实际上 就是一种问答 你问 我答 我问 你答 看 好不好 好是什么呢 轻松啊 越像假的越真啊 你做好的情况下 真的毫不着力 就跟对方配合你一样 人都出去啦 你越觉得沉重 实际上做得越不好 这是自己检验清清楚楚 你东西走得好不好 你身上毫不着力的 毫不着力 就是最好的 越着力 最后用自己的大力 打了对方的小力 那实际上 那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 但是呢 那不是太极权 太极的思维 太极的思维 是从本源上 根源上 解决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处理问题 处理矛盾啊 有非常多的妙法 有相当丰富的智慧 这个 引而生之 夸而大之 你能够解决 两个人之间的矛盾 就能够解决 两支部队之间的矛盾 能解决 两支部队之间的矛盾 就能解决 两个国家之间的矛盾 这上面的衍生 就变成了 我们所谓的兵法 所以说 我们之前提出过问题啊 我们通过历史的研究 发现 中国历史上 有非常多的儒匠 既没有在部队 摸爬滚打带过兵 也没有这样的家族传承 有个家族传承的 赵阔是吧 还是个反面教材 那这些人 在山里面跟个老道 学了一些什么东西 下了山 就能够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 他怎么做到的 按照我们现在的这种理解 很难啊 他没有经验啊 对吧 你敢把你一个 没有经验的人 放在你的国家 统帅的地位上吗 孙子兵法讲 兵者国之大事啊 存亡之道 关乎到这个国家的 生死存亡 不是儿媳啊 那为什么周瑜啊 十几岁就当了水军督督了 诸葛亮 赤壁之战的时候 才二十多岁啊 公耕于南洋之野啊 就是一个半公半独的人 无非家里面 当然属于世家子弟 但是他没有任何的 带兵打仗的经验 他是怎么做到的 张良 黄世公 我们说的诸葛亮 包括后面的 唐朝的 宋朝的 多的是啊 这儒匠多的是啊 范仲淹 那也是个儒匠啊 包括后期到清朝的曾国藩 左中堂 李鸿杖 他们为什么 能够 真正的解决 这样一个军事争端 因为我们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 怕是一小见大 通过太极的推手 告诉我们行军打仗的心法 通过下围棋 告诉我们排兵布阵的正法 通过观天象来判断 天气自然环境 他是有一套完整的方法 未来的自然环境什么 通过观天象 现在已经 反正我是不会 我听说过 感觉可能是 不常见了 一观天象 就知道未来的天气情况 我们现在不行了 因为天气都是雾霾 是吧 你也看不着行星了 但是呢 那孤人他有台语痛 而太极传授的就是兵法的灵魂 我们给他总结了四句话 第一句话叫 必时积蓄 我们太极拳练的推手 身形上 接点不接面 最核心的 我们上次讲过 接点不接面 实际上他的最核心的意义 就是什么 必时积蓄 这是兵法的灵魂 第二 以于为之 兵法呀 孙子兵法 第二个 以于为之 就是什么呢 直到是最快的 也是最短的 但是 阻力也是最大的 以于为之 就是绕啊 绕齐不防守的地方 就是你防守的 我不打 你不防守的 我打 你看跟我们太极 你要的我不要 你不要的我全要 对吧 以于为之吗 太极为什么画圈啊 画一个圈两圈 推手全是圈 就是以于为之啊 当然最快的 大家都知道 你像北京啊 二环三环四环五环 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 比较聪明 而且比较方便 但是最堵车 都知道 你知道这么方便 他也知道这么方便 你知道这么打得快 他也知道在这防你 所以这个时候 就没有必要 跟别人来进行搅招 而是绕到他不守的地方 进行什么呢 天洞和打击 这就是我们太极的 我们其实讲的反尊力 对吧 或者摸他脚底反尊力啊 或者摸什么呢 摸他不要的东西 你要的我都给你啊 那你不要的好 那我都拿着了 这就叫 以于为之 以于为之 我们所谓的太极拳的 第二个和兵法相重的特点 第三个特点 应是力道 啊 你看我们太极拳是借力打力啊 要借对方的力 这是太极拳最核心的地方 太极拳如果我们把它 纯粹到智慧的层面 极端化 当然这是极端化 当然打拳的时候 你真跟人打架动手的时候 是吧 生死相搏 那咬人都对 没有什么方法 那不是技艺 那是性命相搏 是吧 还不能用力 没有 没有 谁赢算谁了 这是生死相搏 但是我们把它作为一种 文化现象来研究的时候 我们把它推向极端 是什么呢 毫不用力 所谓 力从人界 尽由 极发 这个力量一定要从别人的借来 那别人力量在哪呢 在极柱上 所以 这个尽由 极发 不是用自己的极柱 进行那种 攻的这种奔弹运动啊 那是 那也对 那是行一八卦 用本力去打人 那也对 那是另外一种 蔡吉这个发 是发现的意思 在对方的极柱上 发现对方的 静缘 和力点 哎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尽由极法 利从人界 尽由极法 就是因势力道 戒力道 那在兵法的行片 诗篇里面都有描述 最后一个呢 叫用戒呢 信息战呢 在太极什么 听劲啊 我独知人 人不知我 所以太极拳 我们如果 推手练熟了之后 这兵法的四个核心 就已经融入到 你的骨髓里面去了 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 就会按照这种思路来解决 所以说 那个时候 不管多大的事 都担得起 所以呢 我们今天简单的 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太极的这些 文化层面的东西 一会儿我们放个小片 先对我们这两年多的 课程进行一个总结 最后呢 再提一点 跟兵法有关的东西 基本上 我们南派 太极 全的这套课程 基本上 就快结束了 还有两三集的小花絮 那就是玩法 就是相当于附录啊 还有两三集的附录 还可以播一播 基本上体系性的东西 到此结束了 后面还有两三集呢 是小花絮 就是相当于我们拍电影的 那个花絮 回头呢 我们再考虑整理 再把太极的 另一部分 再给大家来 太极实验室 我们现在国内搞的 比较受欢迎 有机会的话呢 我们再次跟欧洲的朋友们 一块来分享 我们把这个太极 掰开了 揉碎了 一点一点的进行研究 好 主持人 好 那现在让我们的那个 的段 然后把那个视频给放一下 朋友们好 我是孙海春 大家好 我是孙海春 好 今天呢 我们又一次通过线上 跟我们欧洲乃至全球的朋友 是吧 一块分享 然后的南派太极拳 从上一讲呢 我们已经基本上 把南派太极拳的 装法 劲法 乃至四正四语 都已经讲完了 今天呢 我们这一集呢 作为一个 等于说是 小的总结 也是一个转换 讲一讲 南派太极拳 一些摸手 小玩意儿 什么叫摸手呢 就是说白了 四正四语呀 是我们写正开字 规规矩矩的 八法 但是呢 摸手了之后 里面还有一些小窍门 还有一些小的方法 摸手玩的 所以呢 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介绍一些 摸手的一些 简单的小玩法 在咱们这个体系当中 也称为柔手 它是介于四正推手和 接手之间的这么一个 类似于 比功夫 但又不是竞技的 这么一种游戏吧 今天呢 主要呢 我还是跟张老师 我们俩配合 讲的 就是推手的 一些 我们跟文化当中 还有一些结合 因为之前我们讲过 太极拳推手 实际上是中国 孙子兵法吧 或者说兵法 这个兵文化 这一种自我实践的一种方式 怎么是兵文化 自我实践的一种方式呢 咱们之前提出过疑问 你想孙子也好 对吧 什么庞娟也好 孙并也好 诸葛也好 孔明 诸葛孔明也好 这个张良也好 张子房 包括后面我们的刘伯文也好 等等等等 这些人在下山之前 实际上从来没有带过兵 打过仗 只是一个文人 他怎么就能够 与扇观惊 强弩灰飞烟灭 对吧 他怎么又 如果按照经验说的话 他没有任何的经验 他没有任何的行旅经验的话 他怎么就下了山二十多岁 诸葛亮 是吧 扇着扇子 诶 曹操不万病就没有了 是吧 所以说 他是有一种另外的自我实践 这就是所谓的推手 比如说 我们最简单的 我跟张老师一搭手 这一搭手 这一搭手啊 有讲究 你不能搭十了 搭十了不行 搭十了就堵上了 得轻轻的一搭 这叫什么 这叫脚直 势直 哎 你看孙子冰画里面 先试试 听着他的劲 他到底呀 他的方向 大小 速度 是什么 哎 我们听着他的劲 比如说 敌人推我了 敌进 我推 你看 敌人进的时候 我就推啊 推到这个份上了 他难受了 这叫什么 他不动了 他不想进了 为什么 再进 你看 你再进 你再进 他就丢了 所以到这个时候啊 他就不进了 他一般情况下 推推推推 到这时候 他就不进了 不进了怎么办 就叫什么 敌注我扰 你看我就变点 你看我就开始 在他身上找点 他就难受 他就难受 他就要反抗 他一反抗 我借他反抗之力 就借力打力 叫什么 敌退我追 敌退我追 我就出去了 所以大家 你看 敌进我退 敌注我扰 哎呀有了敌退我追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最后 敌批我打 这里面 孙子兵法的 必实积虚全在这 敌人一进 首先我退 我怎么退 关键事 这个退也很有重要 必实就是积虚 如果我只必实 你看 我只必实 他进来了 他进来了 我必实的同时 积虚哪需啊 本来他这是平衡的吧 他这个地方 是一对平衡的力量 那么他前面实施 必然后面虚啊 所以 为什么用意不用力啊 我用我的意 想他的后边 你看 这叫必实积虚 你这地方来 我听你 同时想你后头 你看 你来来 同时想你后头 你往前进吧 同时想他的后头 这就叫必实而积虚 什么是实 身形看得见的东西 就是实 身形看得见的东西 就是实 看不见的 他形成了 对他身形 往前进 压迫我的这个力量 背后的支撑力 他这往前进 他不是一个 等于说是一团势能吗 这个势能的 这个势能给他 他势能那个支撑力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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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他的内 叫必实而积虚 这是孙子兵法里面 很重要的虚实的问题 还有一个形式的问题 什么叫形呢 他现在这个外形里 比如说你抬手 这是形 他往前推我 这是有形 但是支撑他 他好像一只船似的 这个扶着这个船 往前来推我的 这个水就是士 所以形式一合 他合得上了 你看 你使劲 你看 我就很难受 形式一合 所以叫什么 要把敌人封之 宋子兵法讲什么 月病虽重 何用 对不对 使其无斗也 封之使其无斗也 士到这来 行到这来 你看 什么 形式要封清 这是士 你看是接他的士 这是接他的士 这是引他的行 你看 所以他一来的时候 借他的士引他的行 这就是形式的问题 所以说 我们在这推手推 就是随便推的时候 所有的揉手 你就可以用什么 一个是虚实 一个是什么 形式 一个是刚揉 等等 这就是兵法里面的东西 全用的 你比如说他推我 说哎 想那一点 你看 人在推 哎 我想这一点 哎 结实 你看 这里面就变化了 就不是某一个法了 你随便推我 我 哎 你看 再推 哎 早是 你看 由虚实转化成形式 什么叫行啊 什么叫士啊 士如绝千刃之梯啊 如绝千刃之梯 什么意思啊 还有什么 这就是水 哗就下来了 什么是行 如滚原始于万刃之巅 对不对 行他就是 你借他的行 他往前来 就是就往前来嘛 我就是那坡 明白吗 他是那石头 我是那坡 正好顺上 你看 正好顺上 所以说 在太极推手里面 绝对没有 这样 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 推啊 你看 嗯 就自损八百了 对不对 你大石头来了 我你 我就是那坡 这叫腐制弥生啊 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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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行 叫欲行 嗯 来啊 推啊 小张老师来 啊 你看他来了 这是行 你看你看看 我就是什么 他推吧 我就是那个 这是幻世了 接他行 怎么接 他如 天刃之巅之原始 我就是那坡 所以说 接行 是这么接 叫样顺敌 杀敌千里 对吧 你假装我 假装我顺你的意吗 这个时候怎么办 顺到头走 是 这时候我要的 这时候我要的不能是行啊 要的是试 因为什么 你看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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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刃 这个试 锯在这 这叫千刃之锡啊 这个锡 啪一破 你看 出去了 绝千刃之锡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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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色壶 山顶上有个 验色壶 你把 这那个 踢坝 给 挖开了 挖开了之后 这水 哇 这验色壶 怎么上去的 就靠你的 行 在这 看 这 续上了 啪 这叫什么 行事 虚实 行事 有 有无 什么 就是 是能而是之不能 用而是之不用 冰者 鬼道也 你看我在这吧 哎 到这了 你看 我的一年点 我怎么做呢 在他背后 做个点 在我背后 做个点 在这做个点 同时做三个旋 他过来的时候 他一步 背后这个点没了 就说 观察 观察 这个我们俩侧面 这个点 啪 侧面这个点 没了 你看 这个点就散掉 明白吗 所以大手 这就是走到这个点 这叫有无 因为什么呢 我通过我的内气外放 这就是咱们太极讲的 内气外放 我这个 在他背后做点 实际上什么 已经干扰 就这四两劲 已经干扰他的重心了 他在来的时候 其实我牵动他的重心 你看 要牵动他的重心 要牵动四两拨千斤啊 非常非常重要 怎么牵动他 这是没了 就是 他这个重心 我通过一连 已经把它牵到这了 如果是个重神的话 所以你看 到这儿了 你再推我 再推 这就是什么 有物之间的转化 所以 太极拳的推手 主要是训练 我个人认为 主要是训练兵法 后面还有正法 就是这个点位如何摆换 就是跟八卦有关了 比如说 前后左右 叫前面 是什么呢 前面是朱雀 后面是玄武 左边是青龙 右边是白虎 这四正 然后再加上四语 你可以做八个点 这也是太极拳 你们讲什么 支撑八面 我也可以做四个点 我也可以做三个点 这就随便 这个点的有无变化 这时候 比如我跟张老师 随便推 一二三四五六七 随便 随便你使劲 为什么 我已经做了八个点 你看 没着有 没了有 没了有 上 没了有 这八个点的互相配合 这就是正法 一般都是背后 背后鲜明 它不敢上了吧 这侧面还有俩的 啪 侧面一个 它就直上这个点 啪 这个点没了 你看 这是我慢慢做 然后快 这就是 这就是正法 所以讲兵法当中 古人 这个怎么隐 怎么木 他为什么会落空 因为他的感受 我这个四两过去 一定 别着急 我慢慢讲 我这四两过去的时候 在他背后做点 一旋 一定是把他的 淫位之气 旋到我的旋里 再一碰的时候 啪 你看 那个点没了 那个点没了 因为他的关照力 全去在这个地方 他觉得背后有威胁 所以啪 这个点一没 他就空 那如果做八个点呢 再加上天地十个点呢 这不就是十面埋伏吗 天罗地网 就没法躲 没法躲呀 所以太极拳的 玩熟了 我们俩一玩熟 你看 上啊 上啊 上 这就是 这叫揉手 揉手的目的 你干什么 揉手的目的 就是锻炼我们的 所谓的兵法 我们对兵法 就可以守 这就是矛盾嘛 来了嘛 八千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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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跟你 我不跟你声扛 我不会 不会有这样的 声扛的 对吧 来了 我走了 你看 使劲 随便你打 我这是假的 知道吗 我这地方可不跟得 千万不要有什么 虚实分不开 俩人在这 千万不要这样 这是错的 这是假的 这是真的 来 你看 来 你看 这叫正正假假 假假 你摸走了 在哪 在哪 那个没 这个有了 走了 上啊 往里推 随便推啊 这里 走 没了 在那儿呢 走 没了 上 背后 没了 哎 这有无 哎 对推手 首先有无 摸着之后 是什么呢 行事 哎 推 随便推 行事 最后呢 叙使 你看 是这样 借力打力 所以太极拳还站在借力打力上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玩法 你看我们摸手的时候 平时就这么摸 刚才那有点接手了 揉手 现在我讲点揉手的东西啊 来 揉手的第一个心法 是中心 以善忠 为中心 画一个十字 头头 到尾履 这俩嘎着窝 大包 就是跟这个扇钟 变成一个十字 十字就像个方向盘 我搭在这的时候 你看我们一般喜欢搭着两个公布 公布 喜欢这样 他推我的时候 你别说 他推的时候 他往前推 怎么办呢 我这一树往下落 这一树往下落 你再使劲吧 哎 他往上推 怎么办呢 我这一横往这撇 记住了 叫横破竖 竖破横 第一个心法 十字中心的第一个用法 横破竖 竖破横 哎呀 你推吗 这就跟那个开车一样 知道吗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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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他的劲全放在哪 全放在他这俩 那个放映盘 你看放放放映盘上 放映盘嘛 他这其实就往这抽抽 对吧 这使劲往这抽抽 随便使劲拔分开 或者拔分开 也可以啊 这就是石子中心的用法 他这个地方有个石 正好这地方你看 正好地方有个石子 他在使劲的时候 把他中间的石子空掉 先空掉 把他落 手出现 都可以 石子中心的各种玩法 就我们退手的时候 这个东西忘掉 手忘掉 你推 那这个手 这手给你 随便推 随便推 你看 这界点不界面 以前我们讲过 最基础的界点不界面 这他现在舒服的 因为我没做活 你推 随便推 但是呢 你也在我身上找不着劲 这是起码的 这是起码的 下一步 我用我的想法 用意不用力啊 用我的想法 想什么呢 想在石中心 一空 你看 啊 再铺 你看 啊 把他那个时候抽抽一个 都可以 都可以 这是第一个星法啊 叫石子中心 好 今天就到这儿 啊 我们谢谢大家 同学们好 好的 好的 我们刚才呢 这个小视频里边 孙老师呢 既从文化的角度 给我们 剖析了这个 和我们的这个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 和我们这个兵法之间的这种 内在的这种关联性 把我们的太极拳的这个 从这个健身 从这个养生 从这个 季基的这个角度 提升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层次 在文化的这种层面上 让我们通过自身的这个 练习 把功夫长在自己的身上 形成我们自己的气和志 这样的话 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对于生活的矛盾的处理 对于接人带物处事等等 能够让我们以这个太极的这种文化的思维 对于文化的角度来处理我们日常的这种各种事物 对我们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同时呢 也给我们演示了一些个实操的这个练习的这种小方法 非常这个感谢孙老师 给我们做这么精彩的这种讲解 谢谢 不客气 那我们呢 现在又进入到这个 线上提问的时间 我们线上的朋友们 如果有任何的这个 关于太极的这个问题 都可以在这段时间向孙老师来提问 让孙老师给我们做出这个解释 给我们答疑解惑 我现在呢 先把这个 我这边 因为同时在做国内的直播 有两个问题 先跟孙老师来请教一下 有一个朋友呢 他就说 如何能够找到这个 势能背后的这个支撑力 就您刚才提到这个做点 在这个势能的这个 背后这个支撑力 能够找到这个 背后的支撑力 这个 当年有人呢 问杨鲁禅 说你这个太极拳 能打石头人吗 就打 一巴掌把石头拍碎了 做不到 这能打木头人吗 打不了 那你太极拳有什么用 而专打活人 这实际上也是太极拳的特点 那么 它的基本的理论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大学里面的 人能有自知之明 则能知人 则能知人之性 所以我们通过 战装 先是在自己身上找劲 找气 找神 找意 把自己搞明白了 我们为什麽 我们为什麽要站住 为什麽要打拳 就是把自己搞明白了 这个时候呢 别人在来的时候 因为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大家都是人呢 那 我的气 跟他的气 类似 大肠肠 我的静 跟他的静 类似 我的神 跟他的神 类似 我的意 我的意 跟他的意 类似 所以 我们通过自己练 把自己的精气 神意搞得清清楚楚以后 就用知觉 在对方身上发现 竟有极法 利从人间 咱俩是一样的 你是人 我也是人的 你有气 我也有气啊 你有劲 我也有劲啊 对吧 这个时候就很重要 什麽叫双重之病啊 他的劲 如果他百分之百都用了 那么这个劲 任何的力量 他都有反动力 我们就找他的反动力 如果他只用了部分 他的劲不整 没练过功夫 竟是散的 那么他用的 你能听得着啊 我们不用 不戒 他没有用的 我们戒来 这是针对不同人啊 针对那种整劲 比如说练行业练八卦 那个劲整得漂亮着呢 对吧 人家全要着 怎么办 全看着呢 对吧 你一摸 我天哪 跟个石头是推沉了 摸不到了 没关系 没关系 为什么呢 他这个劲背后 必有反能力 那摸他的反能力 一般人想不到 当然了 如果你摸他反能力 发现他反能力 他也看着 这就是高手了 呵呵呵 那就 哎 一乐 哎呀拧高拧高 得了 就大概这个意思 所以 这些东西是深知 不是脑知 所有的方法都通过自己的练习 在自己身上找到 在别人身上 同气相求 同声相应 就这么简单 那个主持人不知道说的清楚吧 好好好 谢谢孙老师给我们这本 清晰的一种讲解啊 这个反作用力啊 跟大家应该说 不明白的 呃 我们现在线上有一朋友 海荣 他问 呃 拳架与推手的漩涡 关系是什么 怎么练习 另外呢 期待孙老师的拳架教学啊 拳架呢 他是一瓶 一个瓶子 我们做比喻啊 他不同时期 可以装不同的酒 比如说我们刚开始练的 可以什么都没有 就是将劲 拙劲 后天之力 那也行啊 啊 也能打 也有个输尽活络的作用 效果也相当好 但是呢 我们通过太极的 不断的深入的练习 我们会开始第一步 我们 就进入了改拳阶段 太极拳有个俗语啊 叫学拳容易 改拳难啊 这个改拳 不是说你练错了 而是你进阶了 因为太极拳 重内不重外 内加拳嘛 所以套路啊 简单的说 是吧 有十三式就足以了 有十三式就足够了 当然呢 也有三二七式 咱们常见 当然了 三十七式我们还能 变成八十五式 还是重复的 实际上他所有的单式 不重复三十七个动作 三十七式 那么 我们只要把这一套 三十七式的架子 学会实际上 套路啊 差不多了 那我们不断的往上提高 提高的是什么 提高的是我们的修行的境界 或者叫幸福 真正入门第一步 就要以根带烧 就是所谓的主宰于药 以药带四烧来动 就要以根带烧 练的是什么 整劲啊 刚开始 对吗 当然对了 只是他吗 那不是啊 所以我们 这个整劲练出来之后 就练第二步 以烧带根 烧什么四烧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静元上手 这个夹集啊 到这个中指根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相当于我们的脊柱 中指相当于我们脊柱 叫静元上手 以烧带根 这第二步 这个东西带着生性动 人家基本上手不动 他说 他这个 伸个动 把这个手基本上不动 这叫以烧带根 他偏向运用了 就比如说对方一打 对方推来的时候 通过这个手 他的重心 他的这个事是传导到我这的 然后我手不动 啪我这个地方 这个一拟挪 他就落空了 这已经开始偏向于应用了 叫一根带手 这两个都对 它是不同时期的 第三步 那这一半都不说了 对外说就说到这 所以吴老当时对外说就到一根带手 再往后呢 叫以内带外 一年点出手 一年点出手 这个打这个拳 一年点要出手的 而在外面形成一个悬窝 悬什么呢 把自己的淫畏之气 和天地之气 悬在那个悬窝上 然后有意 则悬案无意 则没 有意 则悬案无意 则没 通过这个高压和低压 比如说 这就是太极里面 有一句话叫 将欲向前 必复之向后之意 而这时候我们要抬手 手要往前怎么办 背后放一个点 把它转起来 转起来之后 形成一个高压 然后啪一枚的时候 这个高压就 就水就出来了 从背后流到肩 从肩流到肘 从肘流到腕 从腕的流到手 从手 流到前面那个点 这叫以内带外 这已经开始虚实要分清了 外面的那个是实 这个是虚 身体是虚 再往后叫以外带外 不回来 这个点不回来 这个点没了 直接到正 这个点没了 直接到正 就在外面的八个方向之间 互相转换 不回到自己身体里面来 这个全是快架的 这是吴老船的快架 他的速度非常快 但其实也不快 就看着非常灵强 不是那种呼呼呼 不是这样 那是故意的抽风 他其实你看 他几个点的转换 他倒皮就走 所以他这个 非常的灵 这就是所谓的 打拳的外面的点 我们通过打拳 把我们的点 能够 顺利的放出去 我们的意念 在外面能找到劲 能招兵买瓦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摸手了 对吧 你把意念点往对方的背后一放 我的劲 他的劲 全部合在那意念点上 所以他推我 这是假的 我都在那呢 但是他会有个循环 他把这个支点 通过一个圈 知道能够知道他的背后 刚一知道背后 说白了 他是以我为拐棍的时候 我把背后的点 叭一空 就一年一空 一下就落空了 这叫引进落空 这太极的标准的玩法 引进落空 首先引你进来 最后落在哪 落在背后那个点上 落起来 这什么叫落 是你的劲和我的劲 都落在那 最后 一空 对方揉揉起来 就拿起来了 拿起来之后再说 下个点就是发劲 所以落空的那个点 叫什么 叫发点 下一个点呢 就是下一个落点 对吧 你比如从前面 你打一个左顾 你从正前方 这个点没了 趴下点放在哪呢 放在左侧45度 这个手 一点一过去 那个人 这就是练拳的 这个圈 或者我们叫圈 也叫环 也叫拳 在太极里面 叫乱环绝 是吧 拳之又拳的东西 的用法 好的 刚才孙老师 那个我们非常详细的 讲解这个 拳架 和这个 推手 这个漩涡之间 这个是相互的 什么样的一个关联 我想这个 太荣的这个朋友 应该是也有 听清楚了 我这边还有一个问题 他是问孙老师 就是在背后做点 是什么意思 您刚才提到 就是说 这个在背后 或者是其他地方 做三个点 做八个点 做点是什么意思 然后如何做这个点 这得练了 这是我们交拳架的时候 改拳的时候 才会交的 现在太早了 这个点实际上 就是说白了 你的义能出手 神也能出去 神和义 反正不是神追义 就义追神 简单的说 不是在神上做义 就是在义里做神 他才能把东西全部的 绕出去 就你拾的地方才能续 续的地方才能拾 续的地方才能拾 这个至于怎么做 那是一个 你看我刚才讲 对吧 先以根带烧 再以烧带根 再以内带外 再以外带外 再什么 内外相合 太纪圈十要当中有一个 上下相随 内外相合 内外相合 就指着这个 外头的点 跟里头的点完全合上了 不需要互相带 一动无有不动 一静无有不静 我们现在什么呢 外头先动 或者这个再动 他有个 有个大头 就是后话 这个后 你想多少步啊 多少步啊 对吧 所以我们比如说 你开始学全家的 第一步教你什么 就教升行 就教升行 对吧 这个学位找那个学位 这个地方找那个地方 把升行的规矩给弄好 第二步呢 就教你腰怎么带这个 全身的这个 手来动 以腰带动 学会了之后才是移手 啊 这东西你起码 是吧 你改一次全半年吧 练熟了嘛 你要改完的话 也得三年 才能真正的到这个 到这个换点的 叫一界点中求 从一点字中求其妙用 后话 我讲到了嘛 我就给他讲出来 是的是的 这个 线上观看的朋友们呢 看到了这个 视频当中提到的 有些问题 可能不是说 特别清楚啊 来提出了问题 但很多的问题呢 实际上是需要我们 长时间的这个锻炼 然后在这个 实修的过程当中 逐渐的能够 就是说体会出来的啊 所以说这个孙老师 我们在这个 无论是太极拳的 这个教学 还是我们 讲到佛法的课程当中 特别强调我们这个实践 提供我们这个 实践的这种教学的 这种经验和机会 来给大家的这个分享啊 觉得这个是 非常对我们大家 有价值和意义的 海荣说太精彩了 感谢孙老师 如果要是说 我们今天太极拳的课程上 就说 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就 今天简单的 就总结一下 就说我们前面啊 太极拳的课程呢 孙老师非常系统的 给我们教授了这个太极拳 从这个吴基庄的身形 然后动弓进弓 似正似语 以及今天我们 做了一个简单的小的总结 并且把太极拳和我们这个 传统文化和我们兵家的这种思维 从这个我们练习和我们的这种文化层面 以及调整这个生活当中的这种矛盾 乃至于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大的方面 从我们一些个军队的这个角度 这个国家的这种角度来怎么能够实现 我们把这个功夫练在身上 变成我们的一个自然的一种反应 这个非常的有价值和意义 非常感谢孙老师跟我们精彩的分享 太极拳如果没有什么新的问题了 那我们今天太极拳的课程 就暂时进行到这里 好的 感谢孙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